阿姨不知道在哪裡 有小孩的必做的事 就是拜床木 尤其是七夕床木生日 准备供品油 阿油鸡酒 油饭 可以用鸡腿便当代替 床木依金子跟三煮香 记得不要拜太久 十分钟后烧金子 请床木赶快去照顾小孩 为了妈妈后 只要小孩睡得安稳 什么方式 妈妈都愿意试试看 一位妈妈分享 儿子在新生儿时期 常常不睡觉 好难顾 所以决定准备供品拜床木 祈求儿子可以安稳成长 他也将方法分享到网络上 提供给需要的人参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